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重新做生意又崛起了 我们也谈到说他生意做得很好 所以你看他的在贫户的房子还租给了英国人变成商馆 英国人也常常把钱借给他 跟他合伙去做丝绸的生意 做大陆或者说从福建那边过来的各种生意 所以李旦也常常来台湾 台湾变成是他专口贸易的所在 泉州那边的商人 藏州的商人开船到了台湾 那李旦就把船开到台湾 然后交易把丝绸拿回来回到日本去买 这个也很有意思的一种生意 他做得非常不错 那他生意成功到了1611年的春天 1611年是什么时间呢 正好是我们上次讲过那个犯官高彩 高彩正在福建横行最严重的时代 他横行到最后甚至于连当地的官府 他都没有办法 如果您记忆还在的话 那我们曾经说过 高彩曾经骑着马 冲到官府的当地的都督那边去 然后搞得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才好 所以那一年1611年 正好是严师起在漳州 那历史记载说他在漳州杀了一个犯家仆人 所以从粤港逃出来跑到日本贫户 那日本的贫户刚好就在李旦的地头上 他在他的地头上做裁缝的生意 在中国人的社会开裁缝店有两种 一种是纯粹是帮人家缝制衣服 然后客人都要自带布料 这是一种很小型的裁缝店 那另外一种是金宁的很厉害 从裁缝店慢慢进布料 然后呢客人可以在这里选布料 所以他兼做布装的生意做裁缝 那我想到今天为止 其实在台北的迪化街衡阳路 我们都可以看到 很成功的一些布装 他其实也有帮人家做裁缝 或者裁缝也兼做布装 你如果到迪化街那边去订衣服 他背后都排了一堆布料 你就可以想见 那常常我们去迪化街的时候 他看到客人来了 如果是熟客的话就在旁边 一边泡茶 然后他的家眷 比如说他的妻子要做旗袍 做什么就会去选布料 然后把那个布料张开来 然后在试衣进前面试一试 布料如果披在身上 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什么样的美感 那衣服跟自己的肤色搭不搭配等等 所以你就会看见那种布装里面 有很多人坐在泡茶 然后另外人在试布料 很有意思的 那岩石崎做裁缝 我相信他在当地 当然不只是做裁缝 也兼做布料 为什么 因为许多中国的海商 特别是从泉州这边过来的海商 会带着丝绸进来卖 所以如果岩石崎做裁缝 他也可以兼卖布料 当然也可以去那里试镜 那裁缝等等 当然如果他的手腕够好的话 他可以变成中国丝绸进口的一些 小小的批发商 裁缝店就是他的展示前 那更何况岩石崎原来在张州 就有很好的关系 那他又跟李旦他们认识 所以慢慢的 他就在贫护生存了下来 加上他原来身体就很强健 又耗武艺 就是武功还不错 所以这种豪迈奖义气的个性 使得他在当地就集结了一批异乡的兄弟 那我们可以想见 到达贫户的这些全州的张州的海商 到他那里泡泡茶 喝喝福建的旧茶 然后用紫砂炒虎泡着 飘着茶香的时候 到了夜晚 大家就留下来喝酒吃饭 慢慢的就聚集了一些老朋友在这里 那每一个季节 大家都会到这里来 特别是夏天吹南风的季节 他们会北上 北上到日本来 那么到吹北风的季节 他们才会离开 那这样子的一种代客方式 慢慢的他那里 变成很多兄弟集结的地方 而这些流浪到日本的 其实这些海商 也算是苦命的人 也很需要互相照应 而这些海商里面 有做公益人 有比如说是做批发的 做无赖 也有一些无赖 海盗等等 各路人马都有 可是他们敢立进海坡 走出平地 走出故国 漂泊到异乡 也算是相当有勇气的人 所以严世奇 慢慢就聚集了这样的一批人 那这样的一批人 也同时在他这里打听什么 打听各地的消息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 我要特别讲这一个 比较细节是因为 因为在那样的一种 风帆船的时代 船的航行是比较慢的 就是一个季节 一个季节 夏季 北上 冬季南下 所以 很多地方的市场的讯息 没有那么快 所以人们需要一些地点 去交换各地的情报讯息 比如说你在日本交换说 马六甲可能需要什么货物 今年夏天 刚刚从南方上来到日本的 就带来一些讯息说 马六甲需要什么货物 于是当北风吹起的时候 就可以带着那些货下去 因此各地的商人 会在这些小小的这种聚集里面 然后来交换这种市场的讯息 以前张州也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 那么张州外头的 有一阵子的金门 有一些船去那里补给 也曾经扮演这个角色 那现在当然 严世喜在贫户这里 那跟李旦这里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许多 南来北往的商人 交换讯息的所在 那么严世喜到贫户 落脚 然后慢慢的落定 然后聚集了一些朋友 那么过了十几年之后 历史记载说1623年的时候 郑之龙也来到了贫户这里 那郑之龙当时还不叫郑之龙 他叫做郑一关 那一关是福建南安的人 他们家里是一个 从乱世的时代 从中原历史迁徙到 闽南这里去的 所以也算是世家 那传照郑之龙父亲的这一代 他们已经在南安那里 住了好几代了 所以家道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那家族里面的人 也跟其他的闽南人一样 在海上讨生活 他的叔叔勃勃 有的到南洋 有的到越南 有的到印度等等的 到各地去做生意 而且也有不少 就是他们叔伯辈的人 已经葬身在前往南洋 或者越南做生意的海上 所以郑之龙年轻时候就跟着他父辈的脚步 开始想要做生意 何况他又不是一个很能读书 不能在读书上面 仕途上寻求出路的人 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到了澳门去投靠他舅舅 学做贸易 那在澳门的时候 他跟一些传教士交情还不错 我们上次讲过 他也取了一个葡萄牙的名字叫Nicolas 然后也学了葡萄牙语 所以他后来帮他的舅舅押货 搭上李旦的船去到贫户 那这整个故事呢 其实很有趣 严时期 李旦 郑之龙 这三个影响台湾命运的人 就是在1620年代的时候 在贫户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那成为当地的一股势力 那当然对于他们故事记载最详细的 说真的还不是来自于历史书 在明朝历史书里面常常说 严时期就是海盗 正义官也是海寇 然后正义官投靠了严时期等等 那个历史方式 每次都记载的很简略 可是我有一本书记载的最详细 这本书叫做台湾外记 这本大概是台湾的所有历史书里面 写的最早的 最早的 因为我们到了清朝开始有台湾方知的 各种记忆的记载 历史书的记载 但是这个记载是把台湾标志成为台湾外记 就是很清楚的标志出来了 那作者是谁呢 作者是一个福建人叫江日生的 那江日生为什么会来写郑之龙啊 严时期这个故事写到这么详细呢 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在郑之龙的手下大将里面工作过的 江日生的爸爸叫江美敖 美丽的美敖是一个李敖那个敖底下加一个鱼 江美敖 他在郑之龙的手下大将叫郑采的手下工作 那郑采曾经跟郑之龙在海上当过海盗 也曾经在当海上游击的时候 去跟海上的一些倭寇作战等等的 那么到明朝灭亡之后 他奉了郑之龙的命令 然后去护送唐王诸玉剑来进入福建 后来唐王称帝称为叫龙武 所以江美敖就跟着郑采 投到了郑成功的会下去攻打各个地方 可是因为他被奉命去攻打海城的时候 没有打成功失败了 最后他只好把兵权交还给郑成功 自己退隐了 那后来他依然是在郑成功的会下 到了后来清朝时期三反启示 三反就是广西吴三桂 他们三反启示的时候 他在郑金的手下工作 然后带兵去攻打广东的惠州 所以也是能够 也算是一个饶涌散战的人 可惜就是郑金的手下那些兵力不够 那么后来战败了 他只要投降 就这样子江美敖的一生就这样 当然就这样退退隐下来 可是他实在阅历太丰富了 他目睹了从郑之龙 郑成功到郑金 海上三代的一种霸业 而且在陆地上共同抗侵 所以他就把很多故事跟他儿子讲了 江日生从小耳闻目睹 他觉得没有记下来太可惜了 所以他就写成了台湾外籍这本书 每一个历史学家在写台湾史的时候 都不能不参考 可是很妙的是 不晓得怎么参考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因为台湾外籍写的 是用张回体的 就是第一回 然后加一个标题 然后第二回怎么样 这样慢慢来讲故事 这种张回体的 又不是像历史 历史比如说像史记 或者像后汉书等等 历史有一个规范 有一个他的 他的历史记载的这种严谨性 可是呢 这个张回体的小说呢 有太多对话 你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他不可能听到他们对话 所以他有小说的色彩 可是他整个结构 又是那么的真实 而且对照于 我后来对照 那个他所记载的台湾外籍 跟那个什么 跟荷兰的历史 就是很像 是可以对应的 可以对照的 那总之呢 他写了郑之龙 郑成功 郑金三代人的故事 那开头就写 郑之龙怎么去 碰见严时期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呢 我想要来特别讲这个故事 是因为 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许多细节 特别是航海里面的 怎么互相呼应啊 或者船怎么航行出去 以及那个时代的 明朝的人 在日本到底怎么过生活的 那故事的开头呢 很有趣 这个是台湾外籍里面的开头 他说1621年 就是天启元年的时候 郑一关 也就是郑之龙 18岁的时候 他的性情荡义 不喜欢读书 可是有臂力 然后好权棒 于是到澳门 去找他的舅舅黄成 黄成看到他 虽然很喜欢 他那个长得很英勇 然后英挺挺拔 俊帅 但是他说 你这个年富力强的时候 不好好读书 你无故远游 离开父母想干嘛 那郑一关只好说 我是仰慕舅舅 在这里做生意 非常有出息 所以特别来这里 来跟你学习做生意的 不是我想要浪游 于是黄成就很开心 把他留着了 他在这里 当然也就认识了 在地的传教士 然后学习了葡萄牙语等等 也算是一个 很能做生意的人 八面玲珑的人 那么到了天启三年呢 黄成有什么 有一些东西要卖到日本去 那么他就把这些东西 拖给另外一个 就是拖给李旦 拖给李旦的船 他船里面有什么 有白糖 奇南 色香 鹿皮等等 突然他卖到日本去 于是就派了正义官 负责押送这些货物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东西 叫奇南 特别有意思 为什么呢 奇南现在 当时算是一种香料 它是在 在南木的这个 根部里面 因为聚集了很多脂肪 就是很多油脂 所以特别的香 把附近的香气 都聚集在这里面 但奇南当然 因为是在根部 所以根部里面会聚集成不同的颜色 有的像鹦鹉的那种墨绿色的 有的像橙污就是很黑色的这样 但是作为一种香料的话 奇南非常之贵 据说 现代据说 最贵的这种奇南 可以卖到五六万块 一千克要五六万块 你就可以想见 这是多么珍贵 可是在当时当然 这些东西还不算是那么贵 但是也算是一个香料 很重要的香料 它主要的产地在哪里 在印度越南的山上 皇城就派郑志龙去压 压货压到日本去 日本在当时呢 在当时呢 船只要一道案 他们特别尊敬 他们叫唐人 他还不叫中国人 或者什么明朝的人都不是 他叫唐人 日本人习惯叫中国人叫唐人 他传一道案呢 只要值日的 就是当地的那些仓库 可以搬家公司 就来把货物搬下来 都放到仓库里头去 那么其他搭载在船上的 什么头目啊 火器等等 都可以善接到各地去居住 那么 在台湾外记里面 描写日本女人很有趣 他说日本女人呢 喜欢刺着脚 穿着那种夹脚拖 这样子 刺脚 然后捧头 她的头发并不是像中国人 这样整个梳起来 梳到后头去的 而是头发扇垂开来的 所以姿色羞花 非常漂亮 宛如仙女 而且她的头发要日日梳洗 薰以其难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其难 用它像熏香一样 把熏的头发香香的 然后呢 如果客人到他家里的时候 你要尊敬他 就拿着茶或者酒 可是茶杯或者酒杯 你要奉给客人之前 你要把杯子拿到你的头发旁边 轻轻擦一下 让他熏染到这样的香味 然后再送给客人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首诗 叫歌咏 这些奇难的香味 叫做什么呢 他说奇难气味生鱼粒 奇难这个气味呢 会生出好像一种 在茶那边生出一种鱼粒 就是多余的这种水汽出来 那么折香 常年此夹分 当你喝下去的时候 不只喝到茶香 酒香 还有奇难的香味 其实就是用现代话 一部电影叫做女人香 大体上他想要讲的就是 带着女性的一种香味 所以很多这些船员 或者商人 海商到日本的时候 难免喜欢上这些日本女人 那这个时候 郑芝龙正在方刚之年 年方十七八岁的时候 所以他到了街上去的时候 就看见了 看见了他未来的妻子田川氏 田川氏当年才十七岁而已 非常的娇艳 美丽 而这一关又长得魁梧 阴婷 所以互相就互相喜欢了 因此一关就聘了他 然后呢 跟他娶他为妻了 因此就住了下来 那住了下来呢 在台湾外界里面说 他住下来就隔冬 过了一个冬天了 那这个时候他住下来之后 就认识了延世奇 那延世奇在当地做生意 已经做得非常熟了 非常好了 所以呢 他们就有许多一些兄弟 就聚集在那里 那这一年呢 聚集了那些人呢 有像比如说 一条船叫大赤盘 大赤盘的船 财富 什么财富呢 财富就是财务副管理者 就是大概就是一个 专门做采购的 那还有一个叫陈忠记的人 陈忠记也是在船上 当副船长的 另外一个叫张宏 这个也是一个船上的采购经理 还有一些是 他们都要很厉害的东西 最厉害要做什么 要会武术武功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海上 会碰到各种海盗 以及各种 你很难想象的情况 比如说碰到各个国家的海商 或者碰到 要来打劫的大大小小的船 等等的 因此你在言语上要很会应对 你要聪明 要多才智 才能够应付这种 在海上的各种情况 好 陈忠记这几个人都是这样 而他们都跟严师奇 非常交情非常好 有一天在喝酒的时候 严师奇就开始感叹了 他说人生如朝露 我已经离开家乡是几年了 来到这个异乡异国 在日本人的土地上 就这样虚度岁月到三十几岁了 即将要逝时了 如果不能扬眉吐气 这样虚度岁月 然后就在异国异乡 就这样岁月就过去 一生就过去 实在不是一个大丈夫啊 杨天生就跟他说 顺何人也与何人也 顺是谁 我是谁 有志者亦若是 所以大哥 你如果有这个雄徒大略的话 你何必酒困酬成呢 依我来想的话 日本这个海岛 还是可以有所图啊 那颜世奇探说 我是有这个心 但是我们人力还是很担保啊 天生就跟他说 其实啊 我们要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先有群众 要有人 有人才 我们才能够做大事 所以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我凭我的不乱指使 我到各个船 找各地英勇豪杰 然后来我们这 大哥这里聚一聚 大家共同尊败 我们当你当的我们的大哥 然后我们再来 续续图未来的事情 于是 这个天生在回土中 就碰到谁呢 碰到 郑之龙 碰到何景等等 这几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武艺啊 有的人会大刀 有的人会长枪 那有的人会一种 叫做 藤牌 用藤做成的盾牌 他可以抵挡 也可以当武器的 有的人能够当藤牌的 于是 就几个人就招一招 总共招了二十八个人 张灯劫彩 就有一天呢 他们共同结拜 那 郑之龙呢 算是年纪最小的 所以小弟嘛 所以 他们就互相约定说 不是 生不同日 死必同时 共同结拜 然后 延世奇当他们的老大 就是当他的盟主 大开宴席 畅饮一番 然后散去 从此后 他们共同决定说 要在日本 互相友爱 互相照顾 那么 最厉害的这个天生 他很聪明 很会讲话 所以他就挑拨猪人说 很多人说 在日本这里 往北可以到辽阳 就是东北那边 旺南可以到福建 广东 胶子 越南 日本实在是一个 鱼米之乡 如果我们把它占下来 我们就不用再看 人家的脸色了 那么 延世奇跟其他人 当然都感到动心 所以他就说 你说的很有道理 那我们 要怎么 徐途未来的事业呢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企图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们等到下一个段落 再来继续说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杜 我们刚刚故事讲到说 延世奇和他的兄弟们 想要在日本起义 要做大事 想要占领这个小岛 至少占领 贫护这个小岛 可是他们要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 他们就开始 议论说要怎么做 很多人就说 我们既然有这么多人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来做个大事 那当然延世奇很害怕 你这个是夺人之国 我们在 毕竟日本 是人家的国家 你要夺人家的一个岛屿 一个国 哪有那么容易的 不是我们这几个人 就可以做到的 即使我们 结拜有二十八个兄弟 还有一些 船上的兄弟 这还是不够的 那洪生 另外就是另外一个 结拜兄弟说 你也不能这样讲 大哥如果你有 这个意思的话 那么我们 会里面二十八个人之外 我们就可以 成为一个团体 然后我们再去找 其他人 共同来成就大事 延世奇交代他说 这个是造反的事情 你要小心 所以不要随便说出去 但是你要慢慢去找一些人 招来更多的人才可以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开始在议论了 有一天 杨天生跟这个 陈中记他们几个 走到港口的地方 经过了贫户港口中间 对着海岸边的 一排的炮台 他看到守台上面的 那些日本的士兵 整齐罗列在那里 而且火炮都齐备了 这杨天生一看 他就说 你看他们炮台这么严谨 这么整备 我们怎么下手呢 这时候 陈中记就笑着说 炮台虽然严谨 不过是因为看到我们船 要起身了 要开走了 他加以提防而已 你何必介意呢 天生就说那你要怎么办呢 他这个毕竟是炮台啊 这个 陈中记就说 两个炮台的这个日本兵 也不过一百多个人 那他所仗势的 不过是几门大炮而已 依我的看法 每台只要用什么的 每一个炮台只要用 我们五六十个这种 有胆势的人 能够作战的人 或者清晨或者黄昏 趁他交班的时候 没有什么守备 冲进去 把手炮的人砍倒 炮台的炮车扭转过来 对着城内连放树门大炮 他们知道说 我们已经战了大炮了 他们就没有斗志了 那再者一个饶涌的人 从旁边去赶杀那些炮兵 那整个喊杀喊打 我们就可以把炮台站下来 炮台站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攻打这个城 城里面没有炮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守住了 这样就可以占领起来 把这个港口占领了 哇这个大家就觉得 这个甚好 实际甚妙 因此他们就聚集了 其他二十几个人 共同去找了炎石齐说 我们来想一想该怎么办 那这一天聚集的时候 天生就跟陈忠记问说 我们今年这个几条船只 来这个贫护港 交易不晓好不好 货物搭配怎么样呢 那赚的钱多不多 哪一条船得利 哪一条船亏本 可以讲一讲 陈忠记就感叹说 哎 北的船不知道 就我的船来计算的话 虚头的多 获利无几 为什么会获利无几呢 因为说冒险涉险过来 但是呢 他不让我们可以到处去交易 他们只能够指定我们 指定我们只能够 跟一些商人去交易 结果那些商人交易的地方呢 他又把我们的钱给压下来 哎 他们就很感叹说 我们冒了千行万苦千坡万浪 来到这里 反而呢 就被他们束缚住了 赚钱也赚不到 他们日本人就赚 就住那几间板屋 干脆放一把火把他给烧了 就算了 当然大家都很愤怒嘛 那这时候 天生就摇摇头说 不行不行 这个不行 那陈忠记就跟他说 长兄你不用摇头了 他说的大体都不错 我们也很想做什么事情 来冲破我们现在的局限 那如果要做的话 我们是可以做的 这个时候 严实记就说 好 做终还好 还好都只有我们自己人 你千万不要讲出去 讲出去会出事 陈忠记就说 我看 大家既然在讨论到这个地步 大家来想一想 能够怎么办 好 那大哥呢 你现在在这个时候 大家共同来奋斗吧 于是严实记就让他们各自 开始筹划了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开始思考说 怎么来规划来作战 于是他们兄弟又聚在一起了 这时候 郑之龙很聪明 他就讲说 是贵神术 我们现在在这里议论 如果这个事情流出去很危险 那我们不如早一点动手 严实记算一算是好 那我们在八月之间 人也够多了 好 杨天胜就说 这样子好了 我已经做了规划了 他就把这个规划讲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现在趁着秋天 秋潮 那时候八月 八月是中秋节 趁着秋潮要退去的时候 他把所有的船 放到海上去 让他浮水 把所有的柴米蔬菜等等 加倍的配除了之后 使日本人不怀疑 因为秋潮开始 东风来的时候 北风吹起的时候 船就要南下了 就要离开了 所以这些船准备离开 然后船上准备了 各种柴米蔬菜 他们不会怀疑 那船中里面的军器 火炮 事实上他这些商船 上面有军器火炮 以免被海盗打结 所以这些军器火炮 我们都把它准备了 如果到时候必须 攻打的时候 我们至少这些 都可以用得上 于是他们就议定了就好 未来呢 如果我们真的要 起事的时候 我们要分成几路 第一路中路呢 先带着我们的这个 这个主要能够作战的 去冲入将军的衙门 这个是陈中记来负责 那么西路 就西边那一路的 中路是这样 西路呢 去夺炮台 那带着人冲到炮台上面 去把那些炮台的守卫打倒了 另外一个东炮台那边 另外一批人 在从东边攻进来 攻进来之后 把炮身扭转 对着城内 开始放跑 另外呢 从东南边 再派一批人过来 喊杀喊打的 冲进来之后 让整个街道乱掉了 乱掉了之后 群众就开始奔逃 奔逃之后 因为整个慌乱 所以我们更容易攻占 另外呢 从西北角 再冲进来一批人 在屋子那边放火 整个让街道开始大乱 这个时候 严实起跟郑之龙 领一个队呢 沿着海边去接应 那个炮台那边 那其他分各路来接应 然后等到把炮台 这边攻占下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 稳住了 稳住了之后 他们没有办法来攻打我们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先把他攻打下来之后 再往城内打 而城内呢 城内事实上也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开始攻打之后 城内本来就有很多旧唐人 什么叫旧唐人 因为他们属于新唐人 是指说 他们来到日本 然后是在 是属于船员 是临时住在这里的 算是新的唐人 可是旧唐人是指 很早以前就到日本来 做生意 或者居住在日本 这些旧唐人 如果起来呼应的话 那整个情况就改变了 而当时日本有多少旧唐人呢 大概有两三万人 所以如果真的在这里 起事的话 我们立刻可以跟 那些旧唐人结合起来 然后把这里攻占下来 那事实上 这样的规划算是对还是错呢 事实上他们规划的 有点想得太理想了 但是也为此不能成事 为什么 因为日本才经历过战国时代 所以他的很多武备 或者说装备等等的 并没有那么齐整 整个国家的管理 还没有那么严谨 虽然经过了封城秀吉 到处征战之后 那经过德川家康 慢慢把社会安定下来 慢慢富裕起来了 可是毕竟整个社会管理 还没有完全上轨道 所以如果真的要在贫护 这里起事 这里有各国来来去去的 这些商人 因此这里的人非常复杂 真的要这样起事的话 会有什么结果 谁也不知道 所以当他们做这样的规划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还是怀抱着希望的 是有可能的 因此 严世奇在听完他这个规划之后 就下来命令说 好 我们把这个准备的规划的这个名单 大家写好了 谁对谁 谁同筹哪里 同筹好了之后 这个单子交给郑一官 因为他们觉得 严世奇觉得郑之龙 是比较能够办事情的 而且比较谨慎的 伶俐的 所以就把单子交给郑一官 然后请他去密传个命令 然后等到各个单位等待调度 到了8月4号的时候 几个几条船 8月初了 都落到港心了 就是说落到船港的港心 因为大船原来都要靠在岸边 停泊下来 但是如果准备开船的话 就落到港 海港的 贫富港的港心 然后大家就整顿收 收拾好了 收拾好了之后 准备15号要起事 起事之后 各个船里面的那些货物 万一说攻占了港口之后 船上的货物不就可以作为补给吗 再来就是 如果要作战的时候 船上的火炮啊等等 也可以作为补给 来跟他们对战 因此这些东西都收拾 就是所谓的后备都收拾整齐了 那么准备起事 准备8月15号起事 8月13号这一天呢 其中有一个人叫杨金这个人 杨是木翼杨 然后金是 金金或者金刚金这个金 杨金这个人 过生日 所以大家就备了礼 跟他去祝寿 祝寿之后 大家就留下来喝酒 喝得很开心 准备起事 大家感胆相照 喝得非常壮怀激烈 其中有一个人 叫李英这个人 喝啊喝的 喝多了 就沉醉而归 李英呢 娶了一个日本的老婆 回到家之后 老婆就扶持他 秦龙之际 李英就把事情跟他老婆讲了 那讲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杨渡 我们说这些故事 为什么讲这么详细 是因为 这些郑之龙 郑金啊 郑成功的故事 都是郑家的人 跟江美敖讲 而江美敖跟这个作者 江日生讲的 所以他就讲了许多 这些细节 直节的故事 很有趣 好像一个父亲 在讲故事一样 好 我们刚刚讲到说 李英这个人 回到家 他娶了一个 很漂亮的 又温柔 安one 安one 这样子 你如果看过很多日剧 就知道 日本女人温柔起来 是很缠绵的 然后在缠绵秦龙之际 李英就把15号 准备 起事的事情 并吞 贫护这个地方的事情 跟他老婆讲了 那他老婆就问他说 那炮台兵那么多 炮又大 你们怎么可能呢 李英就大笑说 哎呀你这个傻 他就吃富 吃富就是傻女人 你这个吃富 我们这些堂传 就有许多人 又有旧堂人很多 旧堂人就是过去的 合作几路 放火的放火 占炮台的占炮台 哎呀几个 那几百个沃寇兵算什么 不用介意 你不要怕 他说哎呀 又倒工作主 那我怎么会惊慌呢 就帮他捶捶背 然后他就昏昏睡去了 哎他已经忘记 最后喝醉了嘛 就不知道没有什么事 就出门去了 哎 这个他太太就跑到 他哥哥家六瓶的人家里去了 然后跟他讲说 15号那一天 因为他们家开店的 他说你啊 你最好把东西收拾收拾 如果说出了事情 你不要惊慌 因为他们要启示了 那你这个店呢 店门收一收 所以才不会被他们放火烧 小心一点 这个六瓶一听 哎 这不就是造反吗 对不对 他这个 这几个家伙 这样把港口占了 那我们以后怎么做生意呢 他也没有跟他老 跟他妹妹说 他说哦好 那我就赶快去收拾好了 转身跑到他的那个 那个繁华的街道上 一看 哎呀 这个麻烦了 这样 于是他跑到官府去 找官府的那个负责的 然后跟官方报告 报告说他们要启示的 这个官府的这个负责人 他们当然小说里面写是 何必登 然后这个这个官府的 这个负责人呢 就觉得大事不好 赶快要准备查 两边正在讨论的时候 旁边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是郑一官的藏人 就他的阅长 他老婆的爸爸 他老婆的爸爸一听 不妙啊 可是因为这个六平 跟这个官府的人 不知道郑志农 也跟他们是一伙的 只有他藏人知道 所以他藏人一听不对啊 因为这个官方 已经开始要调动部队 然后去开始抓人了 换言之 他们本来隔天15号要启示 结果13号喝醉 14号人家就 就知道了 他准备开始抓人了 他想这下不妙了 所以马上就说 准备要去抓人 然后所以这个玉皇 赶快跑到家之后呢 就看到郑一官 郑一官正在干嘛 小说里面说 他坐在什么呢 沾踏棉 我看到那个台湾外记 写沾踏棉 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他怎么会抱着 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 坐在那个沾踏棉上面玩耍 后来我想 我明白 那个叫榻榻米 只不过是榻榻米 我们是现在的讲法 可是在明朝的时候 他们叫沾踏棉 就是在像地毯一样的 然后沾子 然后可以踏的 然后又柔乱的东西 叫沾踏棉 所以 郑思荣跟他老婆抱着孩子 那个孩子是谁呢 就曾成功 就曾成功 正在榻榻米上面玩耍 他就赶快说 一关大事不妙 你赶快你们唐人坐的勾当 被人家知道了 那个李英的太太 那个六瓶已经跑去自首了 那这个官兵已经派出来 准备抓拿你们 你们赶快下船逃生吧 郑思荣一听 下了魂不附体 赶快跑出门 跑去找天生 找严实起 赶快说不妙了 泄露了 王兵已经出来了 赶快我们赶快传令 准备逃走 这时候严实起一听 大事不妙 分头传令个人说 赶快把东西收拾好 到港口汇合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严实起说 你们赶快传令 大家都下船去了 然后正月十四号 就在快中午的时间 秋槽已经开始涨起来了 秋槽就秋天的潮水 因为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所以潮水涨得最满的时候 秋槽涨起来了 几个双 各船的那个山板 还有他们叫本树花叶 就是日本小船 他们叫花叶 那种船的山板跟小船 都停泊在港岸边 然后在船上 就停在岸边了 然后严实起赶忙换 大家赶快下船 争先恐后跑到小船那边 然后从小船再摇到大船旁边 然后上到大船去 因为大船毕竟无法全部靠 所以就上到大船去 因为大船停在港心嘛 所以就上到大船去 然后上到船之后 起定的起定 起凡的起凡 在慌忙的之间呢 所有的倭寇兵都追出来 准备抓拿他们 就这样子呢 船人声鼎沸 正在纷乱的时候呢 那些日本的倭寇 在海岸边的那些炮呢 也开始打出来了 还好 这个时候秋槽开始退槽了 退槽之后船就缓缓 就开出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呢 老天也帮了他们 风又刚好顺风 所以各船悉数掉头 顺着退槽的槽水 缓缓退出去了 虽然背后的炮声不绝 但是都没有打到他们的船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这个船到了出海口了 然后就是港口出去了 连思琦站在船尾 回头一看 那些炮声继续在打 可是已经打不到了 于是 他作为带领者 看一看 他想要知道我们到底开了多少条船出来 所以他令人放炮 打出招旗 就是在船尾那边 举着一个高高的旗子 代表什么 代表延时期 他的旗子在这里 代表号令 那放炮呢 放炮代表说 我们的船在这里 然后再开出去一点之后 他船令下去说 我们先占博在这里 共同来讨论一下 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 多少人逃出来 那为什么他们敢停泊在 贫富港外面不远呢 因为日本前不久 才去攻打浙江 福建广东 所以 在当地呢 被湖中县 跟七季光几个追捕之后 大概都打得很惨了 所以 日本的国防就下令 说这些大小船只呢 不许再到 明朝那边去 否则的话会破坏了 两边之间的贸易 他想要缓和这个关系 当然所以这些船 就没有能够 从后面追出来 用他们的大船 来追杀他们 来延世奇把船停出来之后 停靠在海上之后 用他们的炮 去通知各个船只 他在这里 然后大家在坐着小船之后 到他的船上来 共同意识 我为什么要讲的 这个细节呢 因为 我在 看那些 历史记载的时候 我也很好奇 就是说海上汪洋大海 那么你当然可以看到 我们的船只在哪里 近一点的时候 可是如果夜间的时候 你如何知道自己的方向 而船都往航行到哪里去呢 那么彼此之间 怎么打招呼 比如说 你不可能用喊的 海上距离那么遥远 喊也喊不到 所以 这个故事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他要放炮 炮放完之后 通知 那么至于那个炮声 是打 三炮 或者一炮一炮 一长一短等等的 那个都是不同的 一种讯号 当然 这个讯号就 从严实习这里 传打出去 约大家来讨论 这个时候 严实习点一 简点一下说 我们众人都来了 他说有 我们二十八个兄弟 都下来了 还好 没有失落的人 严实习就感叹说 就差一天了 如果一天就成事情 太可惜 这是天意 那 严实习问 一官说 你怎么知道 这个事情的 还好你有通知 不然的话就危险了 一官就回答说 是我的账人 在官府里面 正在算账 因为他做生意的 那听到那个 六品去出手 去告状 所以 整个就 泄露出来了 他们才说出来 说是因为 理因酒后 漏言了 没有办法 他们才知道的 他们就开始感叹 严实习就问 李因说 你怎么 昨天晚上 怎么跟你老婆说的呢 结果李因说 我喝醉了 我不知道忘记 说什么话了 大家只好摇摇头说 既然都这样了 算了吧 那计较也没用了 追悔莫及了 还是想想 怎么出路吧 严实习问说 出来多少条船 我们跑出来的 那杨天生就点一下说 一共十三条船 所以我们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各自分配 听号令 听号炮 然后一起来 来规定 我们船怎么停泊 然后准备 怎么防守 于是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 沈中记就问说 我们是不是要回到 舟山群岛 舟山那里去 然后我们再来商量 以后怎么办 可是天生就说 我们如果回到舟山 人都散了 人散了就孤立起来 很难你做事情的 因为大家就各自 回家相聚了 我们不如把这十三条船 趁着这个秋风 直接开到台湾 去安顿下来 杨天生就说 嗯 此说有理 那么就这样吧 中记跟子大 这两位兄弟 你在当头诚 就带头的 那其他的就跟着他后面 夜间呢 放这个火箭 那当那个 当讯号 大家观望着 跟踪着他 跟着他一起走吧 所以 十五号那一天 天亮的时候 严实骑的船上呢 就响了三炮 然后船就鱼贯水行 走了八个昼夜 终于到了台湾 到台湾之后 安颖砸寨 抚恤土翻 他们的说法 抚恤土翻 于是 这二十八个兄弟 终于来到了台湾 严实骑 郑思荣 开始了他台湾的事业 那么随后不久 当然 荷兰也退到台湾 那两边就又合伙起来 去做一些生意 做什么生意呢 他们到马尼拉 准备去抢西班牙人 做国际的海盗去了 当然这是下一回的故事 我们等下一集 再来继续诉说